6月17日,产自于新疆伊犁河谷区域的新鲜果蔬油桃,经霍尔果斯口岸,将分别抵达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、杰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市场。 霍尔果斯海关统计显示,今年一直5月,霍尔果斯口岸共计出口果蔬3万多吨。 6月是新疆新鲜果蔬陆续上市季节,作为仅邻哈萨克斯坦的陆路大通道,伊犁地区依托霍尔果斯地缘优势,紧抓中亚地区市场需求,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新疆特色农产品走出去,创立更多的便捷途径。 作为口岸出口果蔬监管部门的霍尔果斯海关,在实施出口水果果园、包装厂注册登记制度的基础上,还从果园种植到包装、出口装运等环节实施全流程指导,以保障出口果蔬质量符合出口标准,拓宽了国外的市场销售。 为使出口果蔬保鲜,当地政府多部门统筹协调,畅通农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,加强信息共享机制,节约了运输时间。 记者了解到,有口岸出口的果蔬中约七成为地产果蔬,从苹果、葡萄、西红柿等传统型水果,现如今油桃、西兰花、洋葱等十多个品种,出口量增加的同时,种类愈加丰富。 伊犁河谷被誉为新疆的塞外江南,其境内物产丰饶,得益于便捷的口岸通道,更多的果蔬产品通过陆路通道抵达中亚消费者餐桌上。 霍尔果斯口岸距离哈萨克斯坦第二大城市阿拉木图约380公里。